我吸口 他吸口 这样他就不会缺氧了 1.5L的核心心脏 送 比亚迪送DMI 送 国产神车啊 国产神车 其实这个车真的是好啊 比亚迪的设计师是充分发挥了 充分发挥了这个设计的精髓 车身车宽1860 车长谁知道多长 反正后边就从后备箱这一段 就是一米八我看一下 一米八 不知道多长 然后 两吨多 用的一个 1.5L的发动机 但是他是混动 他在低速的时候是可以用电 高速的时候才是油电一起用 所以说让你 根本就没有办法记录的到 他的发动机的声音 有多大 只有 买过这个车的人 开过这个车的人 才知道他战斗机 版轰鸣的发动机 才能深切的感受到 所以说在网上 特别在抖音上有一句流行的话 宋 比亚迪宋普洛 我推荐买 但是我 就不买 但是我呢 就属于是买了的那种 这个发动机啊 很牛批 看见没有 1.5L 那个什么 AV 什么什么AV8的 还是什么呀 EVT EVC 搞不懂啊 啥子就是说 一个比较大的心脏 买都买了 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城里边开真的挺好的 在城里边开 相当牛批啊 城里边 因为你在城里边 基本上就是说 就充充电就得了 它充电的话 110公里嘛 我这个是顶配哦 顶火兄弟们 顶火 充电110公里 没电了就充嘛 就当电车开就好了 你也不要跑长途 本来这个就是家用性SUV嘛 对不对 这个十来万的 你不可能要求它有越野功能 那就 肯定只能当家用型SUV 家用型SUV 是什么概念 什么逻辑呢 很多朋友在 评论区是这样评论的 家用SUV 你就在城里边 就在城里边很平的地方开就可以了 长途 出去旅游这些都称之为长途 就不要开这个车了 这个车不适合知道吧 它就城市SUV 这个是很精髓的 我特别是看到有一条评论 有个哥们说 这个属于城市SUV 家用型SUV 你拿去跑高原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但是我想到办法了呀 我下次给他带瓶氧气啊 对不对 直接给他带瓶氧气 我吸一口他吸一口 还存在上高原的问题吗 就不存在了 对吧哥们们 你们说有没有道理